嗨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就不休息 記得進行下一場 請大家掌聲歡迎艾克潘兄 哈囉 好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contribute一些你自己的code 自己的driver或自己的patch 你写了一些东西 然后你认为这些东西 非常的值得进入kernelcode的话 会进入Linux的kernel的时候 那你应该做怎么样的processor 跟你应该做 你应该要注意怎么样的事件 然后怎么样的事项 然后让你的code进入 然后如果有对这个slide有兴趣的话 slide我有放在网络上 然后可以就在这个网址上面 然后大家可以自由下载来参考 那我们来说明一下 那为什么说 如果假设你只是一个soho族freelance free developer 然后你今天你想要 那你为什么要去contribute你的code 到Linux kernel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你一定因为Linux kernel的存在 而得到了相当多的益处 然后可能来自于你的手机 你曾经使用过的伺服器 然后你的手机可能是Android Phone 你的AP router可能是WRT540G系列的 之类的东西 那假设你曾经写过一些 open source project 或是embeddedproject 然后它整个系统里面 然后你可能也把kernal带进来了 那我们刚刚看到Jonathan的slide里面 他有想说 现在的kernalcode里面 也有大概1400万行的code 以我自己个人而言 我连贡献1400行都不到 所以在这个case上面来讲 非常的明显就是 你是取人涌全 然后报于点滴 然后第二个好处 最大的好处是 假设你今天想练功 那你会找你隔壁的同学呢 还是你会找一个爵士高手去练功 然后如果你今天把你的code 给公开在世界上 然后给试图尝试进Linux的kernal的时候 那你可以跟每一 你可以让你的code 让资深的kernal developer 跟maintainer去review你的code 然后他们会执政你的错误 他们会建议你说 你接下来要怎么改 然后这样你的code 才会变得更好 还是怎样 简单来说 就是你今天 你可以借由网路去跟 曾经在kernal里面工作过数十年 甚至数十年 甚至直接让Linux去review你的code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 你的名字会被永远记住 现在kernal是用git 来做它的version control 所以呢 你每贡献的每一行code 你都会以page的形式 然后把你的名字给记在上面 然后一个很明显的好处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 你想要一份工作 然后这份工作是 跟Linux kernel有关的 然后老板就直接问你说 你会写kernal 然后你可以这样回答他说 我在kernal上面 有自己一个driver 那我想这个 我想如果老板他懂这方面的话 那这绝对是 这绝对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证明说 是你绝对懂kernal 那当然你可能是一个 某一个公司的雇员 还是怎样的 然后 然后 对于一个公司而言的话 那你为什么要把你的code 你的driver 去公益给Linux kernel 其中最大的好处是 假设你今天写了一个device 比如像你写了一只USB Wi-Fi的dongo 那 你的客户可能来自于各方面 然后他会要求说 我今天我想用.38的kernal 我想用.35的kernal 我想用.32的kernal 但是无论 但是如果你的code 并不在Linux kernel里面的话 那Linux每一次release 一版新的kernal的时候 那你就要再 一次一次的在porting again 就是 确定 然后再重新的检查一次 是说确定你的code 确定你的device driver 可以在这一版的kernal上面 在这一版的kernal上面 可以正常的工作 那基本上这是一个非常重复 而且非常 非常重复 而且非常无聊的工作 那假设你今天把你的 假设你今天把你的code 给merge进入Linux tree的时候呢 那么整个kernal的community 他们就会帮助你 帮助你在这方面 在kernal的眼镜上 他们就会帮助你 让你的driver也同时的成长 那最有可能发生的现象就是 你的driver里面用到了其他 subsystem的export function 然后那些export function 那些subsystem的maintainer 他们可能想要把整个架构大改 我曾经遇过一次就是在 在.31 .31还是.30的时候 有一次RFKEER的大改 然后那一次 我自己 我自己那个时候有一台Lenovo SL 然后那一只driver 就完全扛不过 然后处理了我一样事项 然后因为在 在Linux的code 你在submit一个patch的时候 有一个规则说是 假设 这个patch在上上去之前 跟上上去之后 你的kernal都是要可以combine的 所以说 假设今天有一个上层的subsystem的maintainer 他去大改了他的 那他也会同时通知你 或是他直接进来帮你改 你 你driver里面那些code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还有一个 就我所知有很大的公司 他们本身很恐惧 公开他们的subscode 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或者是把他们的subscode 给 给 merge到Linux的tree 最大的原因 就是他怕说 以后今天他 把这些code 给公开给别人的时候 公开给别人之后呢 那每天都会有人来追杀他们说 你deliver什么烂扣出来 然后 你要负责给我修好 可是事实上而言 就一个公司而言 假设他们 contribute contribute 一些 contribute他们自己的patch 到Linux的kernal的时候 这些responsibility 你是跟整个communicate 是跟整个community一起share的 也就是说 今天不只 因为能够修改 修改你的driver的人 不只是 不只是你这家公司 然后也有可能是来自于 有兴趣的人 或是来自于 来自于各个层面的人 然后 假设他们有意见 那他们应该要去找 他们应该要去mailing list上面找说 这一支device driver 大概都是在哪一个mailing list上面讨论 然后去那边请求援助还是怎样 然后基本上来讲 举个例子 像 可能现在还是一样 然后如果有人建议你说 你今天你想要 你今天你想要买一台电脑 我想要跑Linux 我想要 不管是你要跑Susay 你要跑Ubuntu 你要跑Rehead 那他们会建议你买什么 他们会建议你买SyncPad 为什么 因为SyncPad ACP SyncPad ACP 已经被 在很早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被merge到Kernel里面了 而且 它可以让整个SyncPad 的Hackkey 然后一些 一些RFkey 他们的功能 都支援得很好 所以 当你的 硬体 可以很轻松的被 可以 当你的硬体 可以很轻松的被Linux 给Enable的时候呢 当你的硬体跟Linux Linux的Kernel 配合得很好的时候呢 那么 User在选择硬体的 选择硬体的过程中 他们就会考虑 如果他们有Linux的需要 他们就会特别考虑说 那 你是不是应该 考虑买这一家 跟Linux 非常的 Friendly的硬体 然后这样的话 可以让自己的使用 使用上面 或者是自己在 Porting上面来讲 不会有那么大的困难 以及使用的更余 不愉快 那 什么样的东西 假设 什么样的东西 可以 你可以 contribute 你可以贡献到Linux的Kernel 任何东西 你只要在 download 你只要在 clone一份Kernel Code 或是在download一份Kernel Code的时候 你看到任何东西 你觉得 这边有改善的空间的时候 那你都可以 然后当然你可以 包含 你可以新增一份 Device Driver 你更甚者 你可以新增一个新的Architecture 然后如果你觉得有任何的Architecture 比如像在Task Selection 或是在 或是任何需要Architecture 然后你提出一个新的很好的Architecture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把这份Kernel Code contribute到Linux里面 然后当然包含了 Bugfix Documentation HelpScripper 甚至你只是在 Commit里面发现一些错字 你也可以送Patch 然后人家看到 你修正的错字 这很好 然后他就把它merge进来 当然 在整个Contribute过程中 它还是会有一些的 Policy存在 然后这些Policy 你还是要遵守 因为这些Policy 已经在整个 Kernel Community里面 大家已经是一个 大家已经习惯了 这些Policy的存在 然后这些Policy 让Kernel Community 可以工作得很顺利 那第一 最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写英文 然后写英文 我相信在座 很多人是个障碍 包括我在内 不过好处是 当你要Contribute Code 到 到Mailing List的时候 你是写Email的 然后你的Feedback 回来也是Email 也就是说 你可以开个Google Translation 在那边努力的翻译 然后搞清楚它在讲什么 然后搞清楚你 然后确定你没有写错东西 然后再把它丢上去 然后当然我们刚刚听到 Jonathan提到了说 之前SCO SCO控告IBM的事件的时候 所以我们知道 不管你贡献什么Code的话 那你要请记得这一点 你的Patch 你所有的著作内容 必须是基于GPLv2 然后因为现在大家都使用GPLv2 所以你必须使用GIT来产生你的Patch 然后把这个GIT产生的Patch 给送到Mailing List的上面 Patch应该要从目前最新的版本上面建立 也就是说 那你可以说我们今天我很高兴了 我用了.32的Kernel 然后我在.32的Kernel上面 发现了一个问题 然后我要赶快去Fix它 但是问题是 .32已经是 一年半前的事了 一年半前 一年半多前的事情 那你应该做的是 确定现在新的3.0的Kernel 以及现在应该已经到3.1RC2的Kernel 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那如果有同样的问题 请提出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 可以去提出这个解决的Patch 然后并且把它送出去 那Patch在送出去的时候 请不要加档 请不要用HTML格式 请用空白文字格式 而且尽量不要用复制贴上的方式 因为空格跟Tab 八个空格跟Tab 还是不太一样的 这是我曾经犯过 自己曾经犯过的毛病 然后被念了一顿 然后当然 你的Patch加上这个Kernel之后 本来Kernel combine 目前的Kernel Tree combine 本来就有一些少数的worrying存在 但是请不要再 带来更多的worrying或error 请不要再带来更多的worrying跟error 因为我们并不需要那些东西 请把它修掉 然后如果你不是整个Patch的完整作者 那么请你让 就算只是部分是别人写的 那你也要让他知道说 我现在正把你的东西给送到KML 然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那一封email里面 你直接吸吸那一位作者 那如果他不是很高兴说 他的call被merge进Kernel的话 或是被post在那边的话 那他那个时候就会提出来说 而我不是很高兴这一件事情 那更多详细的规则 那请看一下 在Kernel Tree里面的documentation 下面的submitting patches 然后这 它里面有更多详细的说明 那么我们刚刚就讲了 那你要怎么样去contribute 你手上有一个patch 你要怎么去contribute 那目前为止 大家都是透过mailing list在沟通的 然后各位可以看上面网址的地方 然后 所有的patch被送上去的时候 会主要至少会送到两 至少会送到两个mailing list 一个是你所属subsystem的mailing list 一个是Linux Kernel那个subsystem Linux Kernel基本上讲 大家是约定俗成说 你每一封丢到 跟Kernel有关的mailing list的话 你就顺便丢一份到 Linux Kernel 所以那个mailing list 大概一天有500封信 500封信 你看不完 我也看不完 没有人在看 应该说有人在看 至少Jonathan会一定会 Jonathan每天一定会看LKML 然后这样他才能写出那些报告 所以当然我们有很多工具 去让我们去消化这么多新的资讯来源 那 对于我自己而言的话 那我所做的事情就是 我去subscribe我要的 我的目标的subsystem的mailing list 但是我不会去subscribeLinux Kernel 这样的话 我每天收到的email就减少很多 然后我有空去 稍 我有空去一封一封把 试着看他们的重要性 然后把他们稍微 把他们阅读一遍 然后当然也有很多工具 譬如像mail archive 你曾经出现在LKML上面的任何新建 在那些mail archive都可以被回缩 然后你可以随时用Google 或是你用任何的搜寻方式 你可以去把它给调出来 调出来看 曾经在mailing list上面的讨论 patchwork.kernel.org patchwork是一个非常有趣的project 它会在mailing list上面去抓到这些patch 然后并且把它给 并且把它给post在一个html的画面 然后如果接下来有人对这个patch 提出任何的意见的话 那它会把那些意见给留在 这些留在同一个页面里面 那通常的话要是我对某一个patch有细菌 或是我刚summit的某一个patch 进去LKML的时候 那我就会去patchwork那边追踪一下 说有没有人回答还是怎样 然后今天我收集了足够的feedback 我要再重送的时候 那patchwork就会非常好用 它是一个非常好用可以追踪 可以追踪 这些patch在mailing list上的状况 然后当然LWM.NET 它本身会定期的整理 说目前在LKML上面最新的资讯 以及最新的情况最新的讨论 那这些都是对于去看 去解决那一天500封信非常好用的工具 那么目前为止 Kernel Code的Source Version Control 是由Git来参加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两行就是Lineus Lineus自己的Tree 然后每一次Lineus一有任何新的更新 或是Lineus Merge的新的Code 那它就会出现在这个Tree里面 那如果各位想去追踪目前Tree的发展状况 然后哪些patch进去了 然后哪些人 或者是哪些人供应了多 哪些人供给了多少 哪些人贡献了多少的Code在里面 那这个Tree是你 是你首要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去Crone这些Tree 然后 你当然 如果假设你这个patch是完全合格的 没有人挑出任何毛病 那这些patch怎么进到这些GitTree呢 事实上你不需要 假设如果你只是一个 你只是一个贡献者 然后的话 你不是maintainer 那你不需要去 你不需要去在意这件事情 maintainer他们看到patch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处理那些 去处理那些apply 然后merge 然后送进Lineus Tree这件事情 然后通常一个patch就是 经由 经由它的作者 然后送到LKML上面去 然后LKML 然后maintainer会把它apply到自己的Tree里面 然后送request pool给 它的上层maintainer 或是直接送给Lineus 然后这些patch就会进到Lineus的Tree里面 那我们现在来谈说 什么时候你要去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把你的patch 给贴到 给发到Mailinus上 是最好的时机 答案是 任何时候 一旦你有任何东西的时候 你就随时可以往上丢 然后如果特别是 如果你计划说我要写一个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driver 或者说我 譬如下来讲 要是有一间公司 他们手上有出了一个新的chip 然后或是一个新的architecture 一个新的arm 或者一个新的arm chip 我可能预计写个10万行扣进去 那么请不要一次送10万行的patch 没有人有力气帮你review 然后最好的方法是 一旦你有什么 一旦你有一点点东西 你有一个框架的时候 你就可以先送一点框架 然后在他的discretion上面说 我预计以后我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然后接下来后面还有更多的patch 会送上来 然后你就这样 当你有任何一点东西的时候 你只要凑到说一个可以的框架 或者一些部分的功能被完成的时候 那你就应该把这个patch送上去 然后让当你送了一个5000行的patch 没有人有力气看 可是如果你只送一个50行的patch 那我相信很多maintenant都很愿意 帮你review 然后并且给你很多建言 那如果你想要非常的有效率的 让你知道说 你想要非常有效率的 让你知道说 我想要在最短时间 让我的patch进入Lineus的kernel 那你就要去注意 Lineus kernel的release cycle 那它现在release cycle 大概会 它会有 它会有大概8到9个tag 然后这整个release cycle 从rc1到3.0正式release 时间大概是三个月左右 然后前两个rc是merge window 然后这时候Lineus会跟各个maintainer说 这时候把你们enable新功能的patch送给我 然后剩下的时间 大家来检验一下这些被merge进来的 被merge之后的kernel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的话 我们在后面这一段时间 把它给修掉 所以通常的话 我在summitpatch的时候 我的就这样做 通常都是在3.0 merge window的前后 然后我就把patch给丢到LKML 然后这个时候 就会经过一段的patchreview 那这个patch会停在 这个patch会停在 mailing list上一段时间 然后有兴趣的人 或者是maintainers 然后或是senior 或是跟它有关的人 他们可能就会把这些patch下载来 然后看一下 有没有明显上的设计错误 或是明显上的问题 然后甚至他们可以把它merge到 他们现在正在用的code 然后试一下 你这一份patch 有没有达到它要效果 或是有没有可能造成其他的问题 这中间当然有可能 他们会提出问题 然后你就 patch第一次被pause之后 那他们就会 我会收集到一段时间的feedback之后 然后我会再修正 根据那些feedback 在曾经修改过一次patch以后 再送一次 然后到了下一版本的merge window的时候 maintainer就会把那些patch给pickup起来 然后把它给往linux的kernel送 然后这个时候 它就在 以这个例子而言的话 它就在3.1.0的 比如像rc1的时候进到kernel 接下来整个3.1的kernel的时候 那我就会把新的3.1kernel 然后那个时候再把它combine一次 在我的机器上面跑一次 然后看这些 看这些patch 看这些 我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还是怎样 然后当然同时也有别人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是kernel test的部分 那等到3.1release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说你的patch 现在已经进到linux的tree 而且他们被使用得非常开心 哇 我只剩10分钟 那在dip patch的 当然还有一些 我个人在song的时候学习到的东西 那都是 我就快速把它念过 然后一个patch for一个purpose 所以你要在你的subject上 跟你的discretion上面 把这个purpose写得很清楚 然后kernel应该在你patch 前跟后你都可以combine 然后请使用你的真正名字 不要每一次 不要每一次在lkml上面讲话 就换一个名字 然后你需要sign off你的patch 就代表说 你这个patch并不是从某个地方偷来的 然后这做的是你 然后你也承认 这应该是GPL v2的patch 然后 让其他的 让其他的作者 或曾经帮助过你的人 在mail loop里面 然后他们也可以知道进度 然后在scripts目录下面 有两个script你应该跑一遍 check patch会确定你的coding style 然后它会告诉你 你有多少waring跟error 然后最好的情况之下 你不要你的patch在送上去之前 然后check patch check过之后 它是没有waring没有error的 那代表说这个coding style 是在目前在kernel community认可的 然后game maintainers会告诉你说 你这封email要送到哪些mail list 以及送给哪些人 以及cc哪些人做 cc哪些人 然后他们会帮助你review 然后patch应该要被easy apply 然后这是我step by step的做法 然后通常就是找到 发现一个问题 然后check out call 然后看他是不是还在这边 是的话 那就把它修好 把它commit 然后用format patch 把patch做出来 然后check patch跑过一遍 game maintainer跑过一遍 然后ok的话 那就 这边写错应该是sendemail 然后sendemail出去 然后让大家review 然后开始祈祷 然后如果有任何的feedback 然后他们建议你怎么样修改的话 那就收集停一段时间 可能三五天 然后收集这些feedback 然后再重新送一遍 那我们来说一下 这是我个人送过的第一个patch的悲惨经历 首先这个故事很简单 就是我买了一台Neloovo SL400 然后他的hacky不会动 然后有人用逆向工程的方式 他每天都在那边 他就是一直在那边看 那个easy register 然后找出一些detect hacky function跟一些功能的方法 然后把corp放在那边 然后我写email给他 然后我们就问他说 你现在有没有什么 他说他曾经把这个driver 放到LKML上面去 然后但是有人建议他说 你最好有一个event-based的hacky 然后我就在那边一直按hacky 然后一直按IRQ 然后发现他动了ACPI的IRQ 然后我就从ACPI的ISR上面去 一步一步的追回来 然后找到了 然后我就把那套driver改过 然后patch 在2009年的时候 2009年9月大概两年前的时候 就第一份送过去 然后当然的 feedback很快就回来了 然后Dimitri是input subsystem的maintainer 然后他就说 那你 然后他就直接跟他说 你不应该call input freedom 然后当然也有其他人 他也有说 你可以把你的call更简单化 那那个时候我使用了两个queryec event的export function 然后他们这些方式在kurnal里面 他有被export 但是他在header档里面没有定义 所以我送了第二个patch 去把这两个方式的定义改到header档里面去了 那送完了之后呢 然后feedback很快就回来了 有人在问 这两个function都没有在用 除了smbox以外 那为什么需要让整个客人吃饶 然后我告诉他这件事情 OK 他说 好 那你把整台电脑的ACPI dump给我看一下 然后他就说了 我很抱歉去说这件事情 但是怎么看 你的设计都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东西 然后他就写了一篇很长的告诉我 为什么不应该 然后他最后面提起了 你应该去找ASUS laptop maintainer 然后他可以去帮助你这件事情 那合理的方法就是 我立刻按下了forward按钮 然后forward给maintener 这一封信 然后他看了ACPI dump 他只说 哇 这个DSTD看起来就是ASUS的DSTD 所以你应该要 把ASUSDSTD改成这样 然后再可能再多做一些修改就好 然后就这样 我在11月的时候 从9月到11月过了两个月 然后我就送了这个patch 然后得到了feedback 第一个feedback是 第一个feedback他回来说 你现在不用动我一息的call了 我非常高兴 他解决我的问题 然后我也解决他的问题 然后当然这是最美好的时候 如果有人很开心 有人发现 我的SL5 这位先生他买了SL500 然后他不会动 这些人我目前为止都数位蒙面过 然后他就是说 如果这样能动的话 那实在太好了 这就是当你的patch 让某些人高兴的时候 那有些人就会写email 让你知道一下 就是感谢 然后最后就是被 Asus Latest Hub Maintenance 给收进去了 好 那我是Canonical的 我是Canonical的雇员 然后我在Hivey Enablement做事 然后 自己开吧 因为我时间到了 然后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就掌声谢谢 Aike 潘兄 那我们下一个talk就请